哈喽大家好我是叉子哈喽大家好我是真真 我们来到了甘肃的瓜州 这里有一所大型的雕塑啊大腿之子 我们来看这个小屁孩了 来看一下 就在我身后啊 慢一点 就是每一块每一块 我们在这里观看可以啊 但是不要去购卖这个大腿之子啊 不要麻烦 走 远处看很小啊 近看这么大 现在等下 我又回来一下吧 好的 因为风还有一点 啊 不太能力了 哇小屁还没穿裤子 穿了裤子穿了那个开装裤子啊 啊穿了开裂裤 每天来这边游玩的人还是挺多的哈 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哈 在这边还有很多游客哈 因为这边天还比较晚 走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好的 游客在这里集体拍照 看这个婴儿啊就是天为辈地为常 沉睡在这个大顶上 嗯 嗯 等一下 好的 弄得帮帮的 哈哈哈哈 往上爬一下 转一下 嗯 转一下跟搭起 你们都是广东的朋友吧 不是我们是重庆的 哦重庆的我看到旅游那个 哦我们是自驾来的 哦自驾的哦 我以为旅游那个车 这下风有点大 注意点啊 啊那一看好漂亮哦 哎呀好可爱是吧 真的好可爱 像这小猫啊 在我国西北荒漠的戈壁滩上 有一处奇特的景色 从远处看 它就像一个婴儿 独自一人 酣睡于黄沙之中 任凭春去秋来 风吹雨打 很多人只为看它一眼 便不远千里驱车而来 它拥有让人一眼万年 瞬间泪水的梦 它就是大型雕塑 大地之子 位于甘肃九泉 刮州县戈壁滩上 雕像长15米高4.3米宽9米 因其婴儿睡自独特 它附在戈壁滩上 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就像孩子睡在母亲的怀抱 故又被当地老百姓 称为大地之子 在大地之子的生活 就是一片沙漠隔壁 一片芳梁 给你买个冰淇淋 好的好的 一杯一杯的呢 我拿这个 拿这个 还有没有 那个再没有了 有一个吗 这个也 差不多 我这个大小 对啊 它那个大小 哈哈 哈啥 我们在这吃着冰淇淋 看着小宝宝趴在那里 真的好想去喂一趟 但是这样子是不对的 不能去喂东西 来 这去不去别人家看一下 啊 看下着 看人呢 主长 下来 你看 哇 这里好奇妙 走 下去看一下 这里从 这里从远处啊 发觉它好像没有什么奇特的 但是这个风一走近一看 这个风一吹 哇 原来它没 没几天这个广 都会发出真音 走 进去看一下 有点像武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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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鬼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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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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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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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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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住着一个藏了的小孩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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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三哥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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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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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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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时啊 我们都已抵达了新疆哈密斯了 第一次来新疆非常的激动 这个天气跟我的心情一样 也非常的火热啊 对就是这么的温度啊 有三十几度热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在那边的话 一般都是10多20度嘛 来到这边30多度有点不太适应 这个车子停到这里啊 我们也等了半个小时了 这个位置的话也比较防滑一点 我们的话先找露营地 没有找到 等一下看一看 我们去找个宾馆 先住下来再说吧 我们要不然就去找下 合适的住的地方 然后明天再带大家 逛一逛哈密这个城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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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